平时我们会看到街边档路边摊在买早餐 虽然觉得他们买的早餐又好吃又便宜 但是看到环境会差一点点 心里面肯定会觉得不舒服 但是有些人会选择去便利店买东西 是因为觉得便利店的装修又漂亮 环境又不错 觉得它里面买的东西又健康又卫生又有营养 其实如果我跟你们说 他们买的东西的营养价值其实是一样的 你有信不信呢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 对快速消费需求可为愿连越高 于是城市里面便利店面都是满地开放 而且为了配合现代生活节奏 已经不在顾客于出售变成的商品 一日三餐都提供热热热的食物 冷贵粥的商品也不单单只有普通入料 寿司 三文治 沙律 凡克等都出现在这个顾客的视线当中 不少上班族都会雪仔便利店购买早餐 而Q弹爽滑的渔夫 自已成为不少人的早餐首选 自古无语不成宴 雨以期 高蛋白 低脂肪 微味已吸收的特点 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食物 而且渔夫无伦无骨 咬下去淡淡肉 肉又鲜又嫩 口感爽得来又好滑 这个应该就是他受欢迎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走入便利店 见到热气腾腾的鱼腹都忍不住想点点来吃 但是锅里面的鱼腹如果一直这样煮的话 它的营养价值又有多少呢 既然鱼腹是上班族的最爱早餐之一 我们应该在上班的时间去买这个鱼腹 现在是早上的8点半左右 也就是大家的上班高峰期 我们也有一位工作人员来到了身后的便利店 去买这个刚刚煮好的鱼腹 我们在这个上班高峰期 选择了街地铁口附近的便利店买了一份鱼腹 按道理 这个时候鱼腹应该是刚刚煮好的 但是睡人好像并不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这个鱼腹吃下去远辣辣辣 口感也不是很好 这个时候我们工作人员的电话响了起身 究竟是谁打给她的呢 其实我们节目组之前也有联系便利店的员工 希望她可以告诉我们人事便利店的一些实情 刚才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接到电话 说已经找到了便利店的员工了 那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一下店员和她说了些什么 是 刚刚我已经联系过相关的工作人员 她跟我说 这碗鱼豆腐是早上5点开始煮的 是一个新的汤底和新的鱼腹 但是如果我们平时吃的话 我们会买到一碗新鲜滚热的鱼豆腐的话 我们就需要在中午12点左右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12点左右他们的店员就会放一个新的鱼豆腐和新的汤底开始煮的 那我们才可以在12点左右或者12点之下我们才可以买到一个新的鱼豆腐 那我们刚才都听到 中午他们会换一次汤底和会伸着一碗鱼腐 那我们就唯有等到中午再去一次了 那现在就是中午的12点左右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次去到便利店买鱼腐 那我们看看是否真的可以吃到刚刚煮好的鱼腐 这个是刚刚煮好的吗 是的 我刚刚是确实见到他们在12点左右 换过一个新的汤底和新的鱼腐 但是我也都见到他们将之前没煮即是没卖出去的东西 放在一起煮 也就是说我手上的这份鱼腐并不是全部都是刚刚煮好的 是的 我们可以很清楚从这位知情人士的口中得知 其实鱼腐翻煲再煮这种状况在便利店是真的存在的做法 不单止是上班族还有学生 他们经过便利店的时候都会去买一份鱼腐来吃 那这些鱼腐经过长时间的烹煮会不会带来健康饮患呢 其实我们无非就担心两样东西 第一个就是蛋白质的流失 第二个就是压酸酸盐的增加 那我们针对煮了不同时间的鱼腐做一个检测就知道结果了 因为没办法知道便利店的鱼腐煮了多长时间 所以我们为了时间准确性 唯有自己煮鱼腐作取样送检 那我现在就将所有的鱼腐放到煲里面煮 分别在十分钟后 一个钟后 两个钟后 拿些样品出来 再一起送去检测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适合煮熟的鱼腐是怎样的 咦 我们看到了 刮一下它就感觉适合煮熟的鱼腐是很有弹性的 那我想口感一定不错了 那我们现在再等一个钟 来看看一个钟以后的鱼腐是怎样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将煮了一个钟的鱼腐 就捞出来了 我们刮一下它就感觉 一个钟以后的鱼腐是怎样煮的鱼腐 那么有弹性的 而且从它表面看 还有一点点白白 好了 两个钟过去了 我们现在立出煮了两个钟的鱼腐 好了 我们看到煮了两个钟的鱼腐已经放在这里 其实我刚才捞出来的时候 但是在煮里面是会有一些鱼腐皮在里面 那可能它已经是有一些煮烂了 那我们捞一下它 感觉是软糯糯的 相比刚刚煮好的鱼腐是更加没有弹性的 在我面前已经打包好送点的样品了 分别第一个就是刚刚煮好的 第二个就是煮了一个钟 第三个就是煮了两个钟 这三个都是我们自己煮的 第四个就是从便利店买回来的 而这个根本就不知道它煮了几长时间 那我们稍后就拿过去送点 看看它们的蛋白质和压消酸妍是怎样的情况 结果显示 每一百克刚刚煮好的鱼腐蛋白质含量是8.3克 压消酸妍的含量是0.052毫克 每一百克煮了一个钟后的鱼腐蛋白质含量是8.15克 压消酸妍含量是0.059毫克 每一百克煮了两个钟后的鱼腐蛋白质含量是8.06克 压消酸妍的含量是0.063毫克 便利店鱼豆腐每一百克蛋白质含量是5.09克 压消酸妍含量是0.097毫克 对比实验数据 我们发现便利店的鱼豆腐煮了最少5个钟头 从实验结果来看 鱼豆腐煮的时间越长 蛋白质流失越严重 而且压消酸妍含量也会随着煮制时间的增长越来越多 如果我们长期食用含有压消酸妍的食物 会增加患上食官癌、胃癌、肛癌和大腸癌等等疾病的风险 但鱼内烹煮的时间长短是真的会影响到鱼腐的营养价值 煮得越久的话蛋白质就会越少 口感变差的同时 它产生的矮消酸妍也会越来越多 但是我这里就有个问题 为什么100克的鱼腐的蛋白质含量会那么低呢 鱼腐的主要材料不是鱼肉吗 我们一直都说鱼肉是含有蛋白质的 那等量的鱼腐和新鲜的鱼华相比 它们的蛋白质相差多少呢 专家就说 鱼腐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已经流失了大量的营养 那等量的鱼腐和鱼华相比 它们之间的蛋白质又相差多少呢 那我现在就一起检查一下 老师我想问一下这次检测这个鱼腐和鱼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测在这个鱼华中的蛋白质含量是13.16克每100克 而这个鱼豆腐是8.38克每100克 那这个结果说明什么呀 这个结果与这个咱们平常中那个纯鱼肉呀 或者是纯豆腐这个蛋白质这个含量相比是降低了 那个鱼腐和鱼肉的蛋白质区别呢 主要是那个鱼腐的制作工艺设定的 可能这个工艺里面是要比较煎 有油炸和煎炸和其他营养 这些营养的东西呢 我们到处于这个单位 标准单位里面的蛋白质含量 对于鱼肉里面是相差得很远的 而鱼腐放在油比较多的军军 后浸不在的话呢 无论和安静性和营养性都会受到的影强 烹煮的时间长短 是真的会影响到鱼腐的营养价值 煮得越久的话 它蛋白质就越来越少 而且口感也会变差 同时它产生的亚硝酸盐也会越来越多 所以鱼腐也是小食为妙 好了 接下来我们讲讲 第二样小食为妙的便利店食物 那我们第二样小食为妙的便利店食物是什么呢 请看下去我们的调查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瑞茵新主义》 不是 讲笑而已 你还在收看《生活调查团》 不过见我看上 穿上这么漂亮的围粉就知道 我今天想跟大家展示一下 二十多年的征赞厨艺 没错了 我就是想跟大家做一个全蛋宴 调查员今天做的鸡蛋是有讲究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做的并不是我们平时的鸡蛋 他要做的是我们在便利店里面吃到的鸡蛋的做法 好了 经过一段时间 我们的鸡蛋就差不多搅拌完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 番茄炒蛋就是会在这个饭盒里面吃到 酸酸甜甜 是很多人的自爱 好似番茄炒蛋的这样菜 平时在老百姓的家里 就会经常出现的 好像我这些打工一族 就会在外卖的时候才会看到 那煎蛋平时就会在我们蛋包饭里面就有了 又好吃又可以吃饱的肚 第三样就是三文字 吃到的是水煮蛋 好了 最后我要做的就是 华夏芝麻桂寶茶叶蛋 融入了八个和盐的乌龙茶 慢慢将鸡蛋煮熟 从蛋汗液缝中滲入的乌龙茶 就会在白色的蛋清上面 留下原妙的花纹 八角的香味 最能够激发人的食欲 其味道既特别又浓烈 半锤煮淡淡茶香 好难令人抗拒 而便利店买的茶叶蛋 又香又便宜 买一个做早餐 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那我现在就做出了不同的鸡蛋做法 分别有水煮蛋 茶叶蛋 煎蛋 荷包蛋 番茄炒蛋 等等 那我现在就拿出去 请我们的街坊朋友来试一下 投出他们觉得 最不营养的一种鸡蛋做法是什么 我们现在一起来问一下 催催阿姨过来试吃一下 最不营养的鸡蛋 最不营养都怕是水煮 那当然是煎的 这些茶叶已经淹过了 有没有好呢 煎蛋 那我煎蛋 煎蛋 你为什么 虽然我们的选项较多 但是街坊们心中都有自己认为 最不营养的一款鸡蛋 所以对于投票 大家都毫不犹疑 很多街坊朋友都认为 煎蛋是最不营养的鸡蛋做法 但是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是 其实最不营养的鸡蛋做法是茶叶蛋 我们平时在便利店看到的茶叶蛋 茶和鸡蛋都是很有营养的两样食物 茶可以提神醒老 预防中风 预防牙齿疾病 防癌抗癌抗衰老 而鸡蛋被认为是营养丰富的食品 含有蛋白质卵磷脂 维生素和铁丐甲等人体所需要的抗物质 这些成分对增进神经系统的功能大有益效 那用茶叶为煮鸡蛋 按道理来说 就是更健康才对 上一节 我们针对便利店售卖的鱼腐做人都调查 鱼腐调查结果显示 它不但营养和鱼肉相差甚远 并且加以时间越长 鱼腐的蛋白质也都越少 亚硝酸严重越多 接着我们有幸街坊调查 在便利店能够吃到的鸡蛋 哪一样是他们觉得最不健康的 目前获票最多的是煎蛋 但其实茶叶蛋才是最不营养的 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们一起听听专家的说法 实际上茶叶蛋这个问题上来说的话 我们用茶叶来煮蛋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可能大家考虑的是以风味问题为主 也就是说有人喜欢茶叶煮蛋这个风味 那么这个问题上 可能很多人就没有考虑到营养这个问题上 那么茶叶煮蛋呢 实际上会部分的影响到鸡蛋的一个营养成分 那么也就是说茶叶里面 它还有一部分的茶碱 这个茶碱可以跟我们鸡蛋内的一些矿物质 产生反应 产生反应的矿物质以后的话 是不能被我们人体吸收的 所以呢 这个从营养角度来说是有损失的 那么从脂肪的角度 或者是从蛋白质的角度 它没有太大的变化 专家还说 茶叶蛋对胃肠而肾等 都有很大的刺激性 所以老年人如果在空腹情况之下 食用这个茶叶蛋 有可能引发疾病 有过胆狼炎 二线炎病死的老年人 尽量不要吃这个茶叶蛋 通常我们在煮茶叶蛋的时候 都会长时间煮滚它 在这个过程中 会产生一种叫做 亚硝酸炎的物质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致牙物质 如果长期施药的话 不单止会引发消化系统 神经系统 鼻尿系统等方面等疾病 同时总有可能会有份癌症 另外营养师就建议大家 尽可能小吃茶叶蛋 如果要吃的话 每天尽可能没有超过一只 茶叶蛋就要现煮现食 小浸泡 这样对营养的伤害就没那么大 而我们的便利店呢 根本就不是现煮现卖的 我们根本就不清楚 它制作过程是怎样的 所以我们去便利店 尽可能小吃茶叶蛋了 太好了 拍完 收工 等等 不是收工 为什么 现在增加的任务给你 你去后面的士多店 买一样你认为是健康的食品 如果你买到这东西是健康的话 我会答应你一个要求 真的 真的 太好了 就凭你这个要求 我要做这个任务 我赢了 导演就是这样任性 我们的调查员 对于导演无理的要求 又是怎样应对的呢 不用一会儿 我们的调查员已经很快地从便利店回来了 三文治 为什么会选三文治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任务 都挺简单的 因为我们之前介绍了两种便利店小食 围尿食物 我发现他们的总工点都是经过长时间煮的 我现在就找一些不需要长时间煮 看上去又健康的 而这个三文治 我觉得它是不需要长时间煮 只是找几样东西 切开来 然后再合完就可以了 而且都很健康 但是你输了 为什么 因为三文治很健康 现在大家都非常提倡 小油小糖小盐的饮食习惯 一些白领会觉得吃三文治又方便又健康 便利店里面角色沙律像 搭配疏错和肉类的三文治 均衡搭配看起身非常之健康 而且令人觉得充满食欲 那好像这个火腿三文治 火腿肉和黄瓜的搭配 看起身就很清新很健康 而且完全符合小油小糖小盐的标准 为什么会说它不健康呢 首先我们要先看看 街坊是怎样说的 应该都可以的 它也有一些蔬菜 那些东西在里面都可以的 不健康 因为它说一丁失忧太久 个人觉得是 未过保质期的三文治 都是健康 都可以 不会不健康 从街坊结果来看 大部分的街坊和调查员一样 都觉得三文治是健康的 那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 导演是不是专家呢 当然不是啦 当然我和街坊都不是专家 不过为了决出胜负 我决定要将这个三文治 送去实验室测试 用科学的数据来告诉你们 为何会说三文治不健康 平时我们去便利店买到的三文治 会看到这个沙律酱满地擠出来 据说 令到三文治变得 美味可口的沙律酱 其实它的脂肪含量非常高 换句话来说 吃沙律酱就是等于吃油 所以它并不健康 不信的 就继续看一下我们的调查 那我们现在呢 就和老师一起做一下 这个关于沙律酱的实验 麻烦老师您了 老师我们看到碗里面的这个沙律酱 已经是分成了两层 它下面那层是半分明的液体 下面那层里面是有沉淀物的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现象 它这个多为油脂 还有部分的增头剂 凝固剂等成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沙律酱的成分表 确实写着脂肪是每100克 含有126% 沙律酱是不健康的 沙律酱是一种高热量 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 因此建议肥冠人群 心血管疾病患者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三高人群 都要尽量小吃或者不吃 那如果要说三文字的其他问题 应该就在于它里面夹的这些火腿肉 那我们节目组之前 都有做过关于火腿的调查 跟着来的时间 我们就立刻去片 拿了那个火腿肠 还有那个泡面过来检验那个钠 有没有超标 那个结构出来了没有 已经出来了 就放这儿了是吧 那检测结果出现那个数字 显示是怎样的 这个火腿肠是0.8克 方便面是4.511克 这个方便面就是0.49克 那如果说是按照这个数字 这样来看的话 就显示的怎么样呢 这个 按这个事业卫生组织来讲 每人每天 受用量是6克 其实这类加工肉制品 比如火腿肠 午餐肉等等 除调味用的这个食盐中含蠟之外 一些食品的生产工艺 必须要加入这个含蠟的这个负料 比如三醉鱼酸蠟 焦鱼酸蠟 用来保护产品色泽的鸭酸蠟 用来防腐的本甲酸蠟等等 个量涉入的蠟 是造成高血压 和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 亦都增加了患上肾病和胃癌的风险 而对于高血压 及肾病患者来说 过量涉入蠟的危害是致命的 不控制蠟的涉入量等于慢性自杀 那经过一番调查 我知道其实三文治 并不是好像它表现上一样健康 它里面是隐藏着很多的蠟和油脂 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如果不去便利店买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自己做些健康的三文治呢 平时喜欢在三文治 或者沙律当中加些沙律酱的市民 不妨选用其他材料来代替沙律酱 半水果沙律的时候 可以用酸奶来代替 另外稀释之后的芝麻醉 都可以加入适量的蒜泥和粗 调成美味的酱汁淋入这个蔬菜上面 亦都能带来丰富的口感 而做三文治 就最好选用没有加工过的新鲜肉类 还有要记得搭配绿色的蔬菜 这样就健康有营养了 生活调查团提醒你 平时还是尽量小食与富 因为它不单止没有营养 而且里面的亚烧酸炎 还给自己带来各种疾病 至于茶叶蛋 因为茶叶和鸡蛋的搭配 会妨碍正常的消化吸收 同时抑制十二指长对钙质的吸收 长此以后会导致喜欢吃茶叶蛋的人缺盖 和骨质疏松 本来我们去便利店买食 是因为会冲着健康有方便的想法 才会去便利店买食 但是现在结果方便是方便了 这些食物都会对我们的身体 造成少少的影响 所以以后我们都要注意些 这三种食物尽量要小食 好了,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资讯 都可以登陆你的微信 然后关注我们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了 好了,今期的节目差不多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拜拜